這種紙醉金迷的日子 就這樣過了三四個月 直到八月一號那一天 你看我永遠會記得那一天 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家總是 綠字 你就知道我前兩個月過多爽吧 而且這一綠啊 不開玩笑 直直綠到底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安娜預防術 久違的股票系列回歸啦 這集算是我滿任性 就決定要做的 反正我想說好像很多人都 非常關心我的財務狀況 就好吧 我來分享一下 後來我是怎麼在操作股票的 其實很多人都有在問說 股票系列為什麼沒有更新 那是因為後來幾個月呢 我的操作根本就 沒有在巴勒老師的規則 所以我也不敢跟老師回報戰況 更別提拍影片了 尤其是在今年六七月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有賺錢喔 兩個月下來我賺了 而且那個時候呢 我也滿常在線動上面 撒花分享我的喜悅 不過那時候讓我賺錢的 其實是因為我那時候是跟著朋友買 你說如果我這樣拍影片分享的話 會不會噴爆吧 而且我對老師好像也覺得蠻不好意思的 不過現在我決定把這段 小白自以為試玩股票的心路歷程 記錄下來就當作是一個教訓 對彷彿我教訓還不夠多一樣 然後同時呢要跟老師說一聲 我錯了 那第一個讓我入坑的就是 浮育這檔股票 那個時候是三月底 我有個朋友跟我說 這檔可以買 我那時候問他為什麼 就是也想要深入了解 但他講了一堆 我有聽沒有懂的話 所以我就半信半疑 先買了兩張 先說這真的是很不好的行為 不要學 永遠不要把錢放在你不知道的地方 純粹我很謝謝那個朋友 再加上也不過就是兩張而已嘛 確定他也不會詐騙我 所以我就買了 然後在四月初的時候我就賣掉了 賺了快四萬塊 我那時候心情超好的 你看我三月底買 四月初賣就賺了快四萬塊 所以我就馬上請那個朋友 吃了一頓大餐 然後他就在切牛排的時候跟我說 我下一個要買男的 趕快你自己決定要不要買 那有什麼好說的 要是你會不會買 那個時候我連問他為什麼都省了 就直接買了五張 然後就這樣賺了六萬塊 藏到甜頭之後 我對股票的各種消息 就開始變得非常敏銳 甚至覺得 到處都在討論股票 聽說是一個 視網膜效應 心體學上說 如果我們擁有某件東西 就會比平常更容易注意 別人是不是也擁有一樣東西 例如說孕婦走在路上 就覺得滿街都是孕婦這樣 那個時候我在咖啡廳喝個咖啡 我就覺得隔壁桌也在討論股票 在公司的時候也覺得 所有的同事都在討論股票 而且我有印象 是那時候我賺的最多的時候 我就聽到同事他們在討論股票 我就跟他們講說 我買什麼你沒可以買 因為那時候我就覺得 大家一起賺錢不是更棒嗎 而且因為我實在是太有信心了 就也不覺得叫別人買 有什麼好擔心的 然後我記得有一天 我妹就還在跟我講說什麼 她去歐洲玩一趟啊 大失血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妳有證券戶嗎 妳真的可以去開一個 妳知道妳領薪水啊 不知道領到什麼時候 妳才可以再去一趟 我記得那時候 我的口氣是如此的堅定 但我妹就跟我講說 她不要 她覺得很恐怖 她在賭博 我現在回想起來 就覺得 我是錯的 她是對的 其實那時候我就是有點上癮了啦 有多瘋狂呢 我記得最早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嗎 我是設定放50萬進去 那後來開始有賺錢 有慢慢累積到比50萬還多 像福育那檔 我那時候覺得有點二萬 早上我就不要買兩張 我買個十張多好 所以我就從下一檔股票開始 就沒有管這麼多 我就沒有管我的上限是50萬 我只要有一點閒錢 我就把那一點點的錢 放進去股市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還不小心超買過 就被通知要 我那個交割款好幾次 從六七月開始吧 才端端幾個月 我的消費習慣也跟著改變 我本來是很不喜歡 花錢搭計程車的 就覺得很貴 而且我自己也會開車 但是自從開始覺得 好像滿滿好賺的之後 我只要進台北市 就搭計程車 算算停車費 就會覺得 好像計程車也沒多花多少錢 然後那時候我還記得 叫UberEats 更是沒有在客氣 以前我都會多買一份 留到下一餐 就為了湊滿兩百免運 可是我記得最誇張的時候 是有一天晚上 我突然就心血來潮 超級想吃地瓜球 那時候一份地瓜球 加運費 100塊 我也是點下去了 其實就是一個念頭 我就想說 我今天光是賣了股票 就賺了2萬塊 地瓜球也才多少錢而已 還好吧 你看看這有多可怕 連作息 我也跟著改變 我有一個鬧鐘是設定在 開盤前的20分鐘 不管9點 我是在睡覺 挖貓沙 開車 我就是不會錯過 剛開盤的那個時間 然後1點半以前 時不時就會滑一下 刷新一下我的證券戶 想看看 我又賺多少錢了 或是3不50 會跟我朋友 就你知道打電話 就問問看說 他有沒有加碼 還是說他其實獲利了結了 這種紙醉金迷的日子 就這樣過了3 4個月 直到8月1號那一天 你看我永遠會記得那一天 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家總是 綠字 你就知道我前兩個月過了多爽吧 而且這一綠不開玩笑 直直綠到底 到8月5號那一天 我帳面虧損已經25萬了 那一天 還是我去東京旅行的第一天 心情可以說是超級複雜 都說人在旅遊的時候 對錢的敏感度會降低嘛 但我最後呢 卻沒有買什麼東西回台灣 整個8月我真實體會到 被套牢的感覺 大概在7月底吧 其實那時候我看到 我在下跌的時候 我就先恐慌的出掉一些 然後虧了快10萬塊 是標準的韭菜 後來呢 我就看了很多網路上的專家建議 大家都說這個時候不能怕 這時候逃的你就是韭菜 所以呢 我就忍著剩下的股票 硬是放放放放 然後我逼自己不要看 鬧鐘也被我砍掉了 我的生活再度回歸到正常 不再有那種激情跟熱衷 尤其是週末 我也不會在那邊嗨嗨叫說 今天沒有股票可以買 雖然大家都說 我鼓勵大家買房很不好 在炒房什麼 不過老實講 在那段股災期間 我是真的很慶幸我買房的 買房子嘛 至少我就不用經歷這種 心情三溫暖 事實上限數呢 是十分穩定的分泌者 我覺得有個現象 還滿值得分享的 就是那時候有一個 預售屋的建案的 簽約日期安排在8月中 但是大家寫保留單的時候 是在7月 結果在8月簽約日前 還真的有人棄單 就推測可能是這些人 要不就是把買房子的前線 全部放到股市 要不就是對未來的收入 感覺到不安全 總之呢 股市房是一體 其實在那一兩個月 就滿有感的 我猜這時候呢 又有人要罵我說 不該啊 你們這些炒房炒股的人 那我就先幫孫民們罵出來 大家就不要再罵了 其實這種投資的風險 各自承擔嘛 然後奉勸各位 不要槓桿開太大 到時候賠了股票又遮房 所以我現在呢 就是非常消極的抱著 不賣掉 就是還沒有賠錢 這樣的心態 在股市裡面平靜的 當顆小韭菜 至於我那個朋友呢 這陣子 我倒是看他心無波瀾 他說呢 這就是循環啊 修正啊 是非常正常的 沒事沒事 我認真覺得 他的心臟很大顆 因為他在股市裡的錢呢 至少是我的五六倍 那老師講的 我也有跟John老師抱怨 老師就是一副老神在在的說 啊沒什麼啦 在股市裡面心態不能崩 我當然也有被唸幾句 所以大家就不要唸我了 這就是為什麼 他要我遵守規則的原因 要有紀律嘛 其實某個程度來說 這半年下來 我也算是實驗了他的教學 只不過是負面教材而已 我突然想到 有一檔股票呢 真的可以體現 人狂必有貨 我剛剛不是說我七月的時候 覺得非常有自信嗎 覺得整個人的氣運都很好 那就開始自作聰明 在D卡上面 看到大家討論紅海啊 就看了幾篇覺得 好像我自己也可以買一張來看看 說不定靠我自己也可以 結果事實證明呢 我就買在山豐 227塊 後來就一直被套牢到現在 我就是標準的 追高仔 看到再漲 我就會很樂觀的 去期待那檔股票繼續漲 還很得意我抱得住 不只如此 我還會再加碼再買 然後看到微微跌 就會很緊張想出掉 不過我看到很多人也說 這個時候其實你應該要加碼攤平 還好還好 我有記得老師的中顧 就是不要加碼賠錢的股票 我真的覺得這點我是有受惠的啦 不然我應該會賠得更慘 然後我最最最慶幸的就是 我沒有融資 這幾個月呢 我再得意忘形啊 都沒有融資買股票 就是我還是有設一個底線在的 雖然我現在呢 還是住在套房裡 但好在呢 都還是我自己買的沒有借貸 總而言之呢 我這個小白 融闖股市也一年多了 我賺過錢也全部都賠了回去 或許吧 我這種個性呢 其實只適合投ETF 我也不知道 就未來再看看 不過呢 最近又聽到一個前輩跟我分享一句話 我覺得很有意思 他說 買股票會賺錢的只有兩種人 一種呢是 你買了之後你就忘了 你就把它放在裡面 另外一種就是 買了之後就死了 他說只有這兩種人會賺股票的錢 然後我跟他講我的事情 他說你就是標準那種 一開始聽人家講說買哪個好 你就去買 然後不太相信 你就買一點點而已 然後之後呢 開始覺得 我賺錢了 你就買很多 結果那很多的那一檔了 就賠錢 是不是完全就是我的故事 不知道你有沒有一樣的故事 如果有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好 今天的 股票小白心得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 按讚 訂閱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拜拜 就算了 你成為了 我的股票小鈴鐺 我 psych了 就在說我 可想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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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